秀林乡同门村10-78-2号的独居长者钟维林 因为他没有工作加上房屋老旧严重的屋顶破裂 下雨的时候屋子里头就会跟着下大雨 影响到他生活品质 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得知之后 也寻求社会资源9号来进行的修缮房屋和屋顶 改善他的居住生活品质 秀林乡名代表连一龙以服务秀林乡亲主任为中旨 前往同门部落为选民服务的时候 同门部落独居长者钟维林 就向连一龙代表寻求协助来帮忙修缮家中的屋顶和房子 由于居住的房屋严重受损 影响到居住的生活品质 而在思念当中居住生活可以说是相当辛苦 秀林乡代表连一龙获写之后 就开始寻求社会爱心人士的协助 同时也获得大家的认同 8号开始请工人来施作 就开始进驻进行修缮 上次来到了同门部落 然后一些长者告诉我 这个我们的阿伯需要协助 然后特别在一年将近两年的时间 来看了 看了之后才知道 他的房屋真的老旧 然后落水非常的严重 每逢遇到下雨或是台风的时候 阿伯都会受困 本身自己也是单亲 再加上自己也是身体也有一些癌症 然后非常需要我们的重视的关心 所以我来这边之后 在近两年前我来看了 他真的需要帮忙 所以我们配合我们的一些我们社会的资源 还有我们的社会的大家的爱心 阿伯等了快两年的时间 终于等到了 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社会人士的爱心 我也特地先来看 他整个修缮的工程跟进度 谢谢 我等了两年 谢谢这个林代表 感谢林代表的帮忙 又有部分区的修缮下面代表 林隆表示 服务没有分北中南区 只要是修缮相亲都会热心的服务 而这是透过社会人士爱心的帮忙 来修缮同盟部落独居长者的房屋修缮 希望能够改善他的生活品质 而且让他深深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就在终于想不到